HELLO,我是YYY,歡迎收看O-HELF 其實我跟很多都市人一樣 在香港有什麼好做 下班當然是約好朋友吃好東西 這樣就一天了,開心心 今天就來到這間餐廳 在尖沙咀的鳥宇 它是一間用牛油果來做主題的餐廳 看看它可以怎樣把這個Super Food 發揮在食物裡面 它也挺有心思的 兩塊都塗滿了牛油果醬 其中一邊,你想吃豐富的牛油果嗎 它真的切片五片給你 而另外那邊呢 因為多士,說真的不配溫泉蛋 我覺得是對不起多士 我吃第一口,牛油果醬就很好吃了 這個牛油果醬呢 那個香醇的味道很好吃 還有酸種包的酸我都吃到的 那我現在呢,嘗嘗滑這個溫泉蛋入口 可能會很餓 嗯… 我知道它有點醜 不過麻煩可以放在這裡 你看到那個溫泉蛋嗎 這裡真的剛剛好 而且它沒有那種蛋的腥味 那我知道呢,要吃這隻雞呢 是要預先訂的 那如果想試的話呢 我不知道要做多少天訂 那記得啦 喂,如果我真的帶女朋友吃 我切到這樣,我真的死定了 那我一邊切,看到它的雞油啊 雞油啊,雞汁啊那些 這樣撕出來 即是有點浪費 但是呢,同時也證明它是焗得好的 即是它是鎖了這些汁在裡面 嗯… 嫩的 雞肉是嫩的 那這個飯呢 很軟糯 那它就做到意大利飯那種很creamy 很綿密的口感 這個口感我覺得是很好的 但是可以再好一點的就是 因為那些飯呢 我喜歡再… 硬身一點點 但是呢,它又沒有 平時我們吃意大利飯那種流 聽餐廳老闆說 這個是他自己家裡冥想出來的 我們呢,請餐廳的老闆 Bendy來跟我們講解一下 Hello,你好 好 因為本身我自己是超喜歡吃牛油果的 那我家裡呢,都長期會有些牛油果在 然後有一天呢 這牛油果呢 就很熟 即是… 即是… 一定要吃,很熟 這樣 然後我就不斷攪拌 攪拌後就用來煮了一道意粉 然後吃了覺得味道很好 因為牛肉本身很creamy 如果我用牛肉真的做醬汁 我就可以加少一點cream 因為女生有時出去吃飯都會很怕 忌廉意粉很肥 很creamy 這個就這樣吃下去的口感 其實跟外面的忌廉意粉不太大分別 還有一些牛油果香 吃下去覺得很油 糟糕要進來減肥 但我一想起裡面是有少許牛油果 那我覺心都會更正確 接下來你這麼有創意 你想在甚麼菜式加入牛油果嗎 甚麼菜式 我經常都很想 因為我們本身有個signature的意粉 就是一個雪糕型的意粉 有差不多四五個味道 但偏偏就未有牛油果味 哦 所以這個是我最想 即是如果我將來可以的話 我就想加上牛油果的元素 進去雪糕意粉 那期望你繼續加一些創意 在不同的菜式 帶多些牛油果fusion的菜式 給大家試 認 будем energía 《粉紅色的手提供音樂》 更致命就是